接到风尘仆仆孤身来北京的小姨子 没想到她却让我被她上车 从吴娟住进我家的第一天开始 我的生活陷入无休止的麻烦里 甚至被人用她的裸罩威胁过 姐夫 你怎么自己来了 什么时候到的 我正瞪着眼在匆匆出站的旅客中寻找 吴娟已经来到我面前 吴娟是我的小姨子 老婆吴梅是她亲二姐 今天我奉娇妻之命 请嫁来北京南接站 你姐在医院忙不开 我们单位领导好说话 索要我自己来了 我笑着 结果吴娟手里行李 带她去停车场 一路上 吴娟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高楼大厦 穿戴时髦的帅哥靓女 要击广告牌上流量小声的巨幅画像 都是吴娟评论的话题 小姨子虽然来自小地方 但身材高挑 皮肤白里透红 长得很养眼 她的嗓门很大 声音里带着浓重的老家口音 衣服则是标准打工妹样式 我们走在一起 她问着问娜显得十分活泼 当时我的感觉小姨子蛮单纯的 到了停车场 我拉开车门让她上去 没想到吴娟却提了一个 让我很为难的要求 姐夫 我是第一次来你们家 按照老家规矩 你要背我上车 背你 我问 心想你又不是没长腿 干嘛让我背 更让我心里不舒服的是 吴娟毕竟是我的小姨子 我这个当姐夫的 怎么能和小姨子太亲密呢 姐夫 这是老家规矩吗 吴娟带着撒娇的口吻 如果姐夫有出息 妹子上门 姐夫要背着进去 或者上车 这样我也能找到一个好男人 这叫 叫什么来着 哈龙望旭 他的声音实在太大了 停车场里 好几个人都在看我们 我低下头 脸骚得通红 行行 我背你 娟子 不懂别乱说 那叫成龙快旭 吴娟嘻嘻笑了两声 让我蹲下 他一屁股窜上来 坐在我背上 那一瞬间 我差点被他压趴下 没想到吴娟貌似不胖 但体重却不轻 他趴在我耳边说 姐夫 没看出来你受了巴基 劲还不小呢 我没有回答 短短几步路 仿佛走了一个世纪 直到把他扔进车后座 才算尝出一口气 这个插曲过去 事后我才知道 所谓小姨子第一次上门 有出息的姐夫 必须被进去的规矩 并非绝业 而吴娟 就是要给我这个姐夫 来个下马威 他的心思并不像外表那样单纯 回到家 吴娟表现得很勤快 忙前忙后 只是我觉得 他哪里是帮我忙 纯属天万 路上用的毛巾没有洗 一股酸臭味道 直接挂在我和吴梅的毛巾架上 这也就罢了 他却看都不看 顺手压住我的洗澡精 还有 吴娟说姐姐没下班 晚饭她来做 让我们尝尝她的手艺 开始我还于心不忍 想着旅途劳累 让她休息 结果看到吴娟 把厨房搞得乱七八糟 我直接被劝退了 那炖饭我几乎没怎么吃 因为吴娟做饭的全过程 我都看在眼里 带着泥土的菠菜 吴娟只是随便冲了冲 便下锅炒 还有 萝卜 土豆全部削皮 切把切把开始炖 没削皮 你倒是洗干净啊 我要自己都不敢相信的 绝大毅力忍住没说 毕竟刚来第一天 她又比我小好几岁 总得给点面子 晚上老婆吴娟回来 抱着吴娟又笑又叫 小姨子兴奋的咚咚咚 跳个不停 而我的脸都绿了 她就不怕楼下提意见了 只一个晚上 我已经意识到 家里多了小姨子这个外人 很可能会给我的生活增添 许多原本不会出现的烦恼 当晚 我被赶到客厅睡沙发 吴娟吴娟姐妹 躺在卧室说悄悄话 说一下 我和吴娟的房子 是买在北京南四环边上的 仪式一厅 京城房价太贵 五十几个平方 我买的时候 花了将近三百万 房贷还了好几年 现在人有一大半 需要每个月按期扣除 现在吴娟来了 吴娟说暂时住在家里 总不能让一个 没结婚的姑娘睡客厅吧 所要只能我这个 当姐夫的免为其难睡沙发 第二天早上起来 吴娟差点把我逼疯 大家都知道 业余上班族来说 起床后的半小时就像打仗 需要争分夺秒做很多事 我和吴梅是夫妻 家里没外人的时候 一切都好说 比如我俩可要同时使用卫生间 刷牙洗脸上厕所 分工合作自然而然 现在多了小姨子 就得一个一个轮着来 可是吴娟比我早了两分钟 抢占厕所 一坐半小时 我都快憋得尿哭 后来总算轮到我 洗漱的时候 我发现牙缸被人动过 牙刷也湿漉漉的 当时我就不行了 我有轻微解脾 索要毛巾 牙缸 牙刷 这些东西我和吴梅 都是分开用 现在我的杯子和牙刷 都被人动过 不用问就知道 是吴娟干的好事 我喊她 问怎么回事 小姨子却说要喂是她姐的 而且从没用过电动牙刷 觉得新鲜 反正妹妹用姐姐的东西 天经地义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就这么过了几天 吴娟来经地三天 下班后 楼下张奶奶跑上来敲门 陈放 你这几天没上班吗 上了 有什么事吗 张奶奶 我下意识察觉到 吴娟给我惹祸了 那你家是来亲戚了 张奶奶脸色很不好看 陈放 你知道我有关心病 特别怕噪音 白天你和吴梅不在家 但是楼上总是咚咚跳个不停 还放声音很大的流行音乐 见我不说话 张奶奶加重语气 陈放 我忍了三天 今天实在受不了 希望你们家要和注意点 再这么闹 我可要叫警察了 送走张奶奶 吴梅问我什么事 我指了直卧室 娟子放音乐在家里蹦迪 张奶奶发飙了 我原本想让老婆和小姨子 好好说说 毕竟城里不是老家 住户密集 自己高兴的时候 也要考虑左邻右舍的愿不愿意 结果吴梅一脸不要为然 我当啥事呢 张奶奶也真是的 这点小事走路碰见的时候 顺嘴提一句就行了 至于找上门嘛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真的 哎 被噎得无言耀咽 似乎夜待吴娟的问题上 老婆变了 变得矫情 不通情理 变得不像我认识的吴梅 吴娟来我家一周后 我忍不住向老婆诉苦 小梅 你回头和娟子说一下 我在家的时候 能不能别穿得那么暴露 因为现在是暑期 大家衣服穿得少 所要保典短点 我倒是能接受 但再少也不能只穿着裤衩 和小背心在屋里晃了吧 我是她姐夫 而且吴娟没结婚 总归要避嫌 按说这种事是女人吃亏 可我却感觉 小姨子完全无所谓 而我这个当姐夫的 反倒尴尬地受不了 陈放 你怎么变成事妈了 老婆摆了我一眼 娟子又不是光屁股 我都不在乎 你有什么可别扭的 那也不能看电视的时候 和我们挤着做吧 我必须将这件事的严重性 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否则吴梅还是会维护妹妹 小梅 娟子已经成年 就这么无所顾忌 和我腿碰腿 胳膊挨胳膊 你就不担心出事 这句话总算起了作用 老婆想了想 最后答应和吴娟私下谈谈 让她注意点 随后几天 效果倒是有一些 可我依然感到无语 吴娟开始穿睡衣 但裤腿挽到膝盖上 袖子直接露到肩膀 比裤衩背心好的地方 就是露点不那么明显了 管不了别人 我只能强迫自己 少看吴娟 倒不是业太有非分之想 虽然我算不上偏偏君子 但起码的人伦道德 我一定会遵守 做到一个月的时候 我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 好几次 我差点冲吴娟发作 我和小姨子的冲突 主要体现在生活细节 和她的做事方式 我和吴娟最大的区别在于 我会顾及别人感受 懂得换位思考 但她脑子里 完全没有这根弦 或许因为日子 过得百无聊赖 吴娟开始要女主人自居 无论谁做饭 都要做她喜欢吃的 便是要看她爱看的题材 姐姐的衣服 只要合适拿过来就穿 甚至有一次 我发现衣服架上 挂着吴梅的内衣 但那身我精挑细选的内衣 吴梅只穿了几次就不穿了 因为是情趣的 她不好意思 老婆不穿 现在却挂在衣服架上 只能说明小姨子偷看穿了 我几乎崩溃 当时的心情实在无法形容 还有一次 吴娟在小区转悠 逗人家的狗玩 拿着一堆乱七八糟的零食喂狗吃 当时主人就不乐意了 和吴娟大吵 放言要是狗吃死了 没有十万块这件事不算完 我后来才知道 那条狗是人家花大钱 配种的稀有品种 真不知道吴娟脑子怎么想的 还要为这里是老家吗 最过分的是 我和吴梅结婚两周年纪念 我请她们姐妹出去逛街吃大餐 吃相难看 在西餐厅旁若无人大声喧哗 这些我已经见惯不惯 只是给老婆买东西的时候 我犯了难 那天我带了九千多出来 这是我加班补贴和一些 零七岁八奖金积攒的私房前 本打算给吴梅买件像样的衣服 再买个勉强过得去的翡翠界面 可到了商场 吴娟却提出每样来双份 款式 品牌都和姐姐一模一样 吴娟的理由很充分 我来北京时间短 不懂啥是好东西 所要我姐买啥我买啥 我和吴梅大眼瞪小眼 最后衣服直接掉了几个档次 界面也换成小的不能再小 当时我真想问问吴娟 你又没结婚 你要戒指干嘛 再说了 真想要 要后将男朋友找她 我这个姐夫掏钱 给小姨子买戒指 这叫什么事 来北京两个月后 可能吴梅给的零花钱不够用 吴娟开始张口问我们要钱 吴梅在的时候问她要 若是不在 直接向我这个姐夫要 起初三百五百 到后来发展到一次一千 两千 这些我也忍了 谁让吴娟是老婆的亲妹妹呢 不过有一次 我充姐妹俩发了脾气 当时吴娟一次要走三万块 说是要在老家的乡镇企业 补交养老保险 这是大事 所要我没反业 而且表态支持 可随后十几天 家里多出很多高档化妆品 首饰 衣服 还有价格不菲的女士手包 那些都是吴娟的 看到这些 我逼问老婆 最后吴没向我交代 说吴娟根本没有补交养老保险 三万块钱 全都买了那些 我俩平时望而生畏 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 我气疯了 当场发飙 第一次不留情妹 数落老婆和小姨子 那件事之后 我夜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 理解深刻了许多 爷爷吴娟的为人心存戒备 然而 我还是低估了吴娟的野心 和无法无天 下着那天包饺子 我注意到吴没没有带我送她的定情信物 一直她非常喜欢 是若珍宝的翡翠贵妃拙 我问吴没 她吞吞吐吐 说是自己不小心碰碎了 吴娟坐在一旁看电视吃苹果 跟没试人似的 看见姐妹俩反应 我猜到七七八八 料吴没的小心翼翼 怎么可能打碎 而且 往常吴没一旦不小心做错事 总是第一时间找我撒娇 最后反而要我哄她 这次完全不一样了 我断定 绝业是小姨子偷带姐姐手镯 烹碎后却故意瞒着我 中秋节前夕 我去外地出差 回来后整个人都不好了 室友凑巧 那段时间吴没所在的医院 组织青年护士培训 她去房山住了半个月 吴娟一个人在家 不知怎么联系上几个 在北京打工的老乡 住进我家里 我回来的时候 原本一尘不染的房间 背盘狼藉惊 惨不忍睹 几个打工妹 脚敲到茶几上 据说这还是他们 一天扔一次垃圾的结果 将近半个月 吴娟和她的小姐妹 每天下馆子或者交外卖 过得就像一个月 挣好几万似的 当着外人 我忍着没发火 跑到单位宿舍生闷气 本想打电话向老婆诉苦 没想到我却接到一条 吴没发过来的短信息 说信用卡欠费 让我用家里的储蓄卡 给她转账 问了一下多少钱 金额吓我一条 小梅 你一个月刷了两万五万 没见你买什么东西啊 老婆越言幼稚 最后告诉我真相 原来 自从我们开始限制吴娟花钱 小姨子手机 竟然绑了她姐的信用卡 一切消费全走电子质 付 我当时连生气的心情都没有了 觉得吴娟就是一场梦魇 将我的生活搅得 乱七八糟的噩梦 记得要前老婆说过 小姨子不这样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挺节俭的一个人 搞不懂为什么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只能说 社会式的大染缸 一不小心 就会被染得五麻六道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导致我和吴梅大吵一架 结婚两年多 像这样珊瑚喊笑的吵架 还是第一次 若秋后 我看中一件名牌羽绒服 由于反季节销售 价格打到两折 买下来不到一千块 我从商场买好 保留包装 准备给我爸寄回去 因为老家靠近东北 我想着老爷子 穿上厚厚的羽绒服 能感觉到儿子心里有他 那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 天天加班 我就委托吴娟 帮我寄给家里 过了十几天 我奇怪打电话的时候 老爸一次也没说起羽绒服 就问他衣服收到没有 然而老爷子比我还猛逼 压根不知道羽绒服这当时 放下电话我就炸了 质问吴娟 可人家却说当时没听清 直接寄回老家给我岳父了 那一刻 我真想狠狠扇他几个大嘴吧 吴梅姐妹的老家在南方沿海 寒冬腊月保持在二十度药上 用得着羽绒服吗 退一万步 想给你爸买一件 完全可要直说啊 我陈放就那么小气 一件羽绒服都舍不得给岳父 当晚 我和老婆摊牌 要么我走 要么吴娟走 一山不容二虎 再这样下去 这个家我呆不了 日子也没法过了 我是发了火 可吴梅却说妹妹不容易 为了供她上大补 念到初中便戳不出去打工 她大补期间的生活费 几乎全靠吴娟 所要请我理解她的难处 我很爱吴梅 老婆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能怎么办 但吴娟的出现 的确给我的生活造成太多困扰 尤其是夫妻生活那方面 我和吴梅结婚两年 我三十出头 她比我小四岁 正是如气四胶的岁数 可小姨子横空出世 我和吴梅几乎没有空间 做一些彼此爱做的事 偶尔趁吴娟在客厅看电视 我俩关上卧室门草草了事 只是那种感觉很不好 别说不能进行 而且总要担心被吴娟听到 甚至有两三次 我确定吴娟就在门外偷听 因为如果没有人碰到 锁死的房门 怎么会连续发出轻轻的响动 我向吴梅抱怨 她说娟子长大了 夜男女之间的事很好奇 也是人之常情 那之后 我和吴梅走上出去开房的道路 说起来也是够丢人的 谁能想到已婚夫妻 却要去宾馆开小食房 这样倒是能解决生理需要 可是点被不能怨社会 倒霉的时候 喝凉水都会塞牙缝 有一次 我和吴梅在家附近的小旅馆 开好房间 郑郎情惬意热火朝天 冷不防房门被人狠狠拍下 那一瞬间 我直接尾了 事情过去那么久 那一刻的感觉 却深深烙印在我心里 很长一段时间南阵雄风 差点为此去了医院 当时我和吴梅都很享受 关键时刻 却听到啪啪的敲门声 身体一机灵 我状态全无 恼羞成怒骂道 谁啊 有病吧你 警察查房 赶紧开门 我穿上衣服开门 果然看见几个 穿着制服的民警 骗区突击检查 请你们配合 先拿出身份证 夜方进来 看过我和吴梅的证检 然后黑着脸问 你们是什么关系 你说什么关系 我俩啥关系 你们管得着吗 好事被打断 我气不打一出来 一听民警话里话外的意思 顿时恼羞成怒 这是把我们当成卖淫嫖娼了吧 见我态度不好 民警翻了翻眼皮 先进了个礼 随后二话不说 将我们带到派出所 做笔录的时候 我想死的心都有 哪有夫妻开房 还要带结婚证 可是我们身份后 民警大哥教育的时候 带着明显的布检 哥们 你们夫妻都有正经工作 而且名下有自己的房产 干嘛要跑到小旅馆 这种地方开小试房 在家里不行了 当时情况已经明确 知道是误会后 民警大哥态度好了很多 可话里带着一丝调侃 可我很想 说 我是例外 在家做那种事 真的不行 这次乌龙事件 给我和吴梅的生活 蒙上一层阴影 至少两个月 我俩谁都没有提过亲热的念头 似乎忘了生活里 还有一种很特别的需要 他定义了夫妻 这两个字的含义 到了年关 因为婚后前两年都是去的我家 这次吴梅便提出回娘家过年 我和父亲讲了年纪安排 老爷子很是通情达理 只说家里一切都好 无需挂念 我哥他们都在身边 让我注意身体 别累着 这是我婚后第三次去吴梅娘家 见面的时候 岳父岳母大姨子表现得很热情 当天晚上炒了十几个菜 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 我和大姐夫陪岳父喝酒 半斤白酒下肚 岳父问其小姨子在北京过得怎么样 我简单说了说 他马上问 陈放啊 我们家三个丫头 就妖妹现在还没着落 你和小梅给娟子介绍夜象了吗 见我摇头 岳父的脸色变得不好看起来 陈放 我家娟子为他二姐可是没少吃苦 咋地 你们在北京发达了 就不管他了吗 我忙说没有不管 正在为吴娟物色合适夜象 解释好半天 岳父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些 小陈 不是我没事找事 实在是娟子说他不想在老家找男人 打算要后定居大城市 顿了顿 岳父的口气不容置疑 索要我和他妈的意思 这件事只能着落在你和小梅身上 来 咱也俩干了这杯 娟子我就交给你们了 这杯酒喝得苦涩无比 我不清楚 还要怎么管这个不省心的小姨子 大年初五 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本地大不同不打电话 说是邪气袋子要来看我 毕业后 我和这哥们一直没机会见面 但关系始终处得很好 结婚的时候 彼此都随了几千块份子钱 我当然开心了 提前包了一千块红包 算是第一次见侄子的压岁钱 是有凑巧 哥们来的当天 我犯了急性盲肠炎 临时去县城医院打点滴 当时他已经到乡下 就说先去看望我老丈人一家 然后再去医院见我 因为我不在 提前嘱咐院母转交红包 虽然前我出 可从他们手里发出去 也算有面子 只是 我左等不来又等不到 直到三天后痊愈出院 哥们别说来看我 甚至连电话都没打一个 心里奇怪 我给他拨过去 哥们接到电话当时就炸了 陈放 你说咱俩关系怎么样 钢子 这还用说吗 老北京讲话 那就是铁词啊 嘿嘿 铁词 陈放 你好意思跟我说这个 有你这样的铁词吗 不是我在乎那点钱 而是这代表了情意 告诉你 我脸都丢尽了 亏我还在老婆孩子面前 夸你夸的跟什么似的 听完哥们解释 我脑子都慕了 你说红包里只有一百块 不可能啊 我明明包了一千 放下电话 我打车回丈母娘家 质问她怎么回事 老太太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小陈 我们这里不幸给那么多 你给同步家孩子一千 那如果别人来了呢 小梅七大姑八大姨那么多 谁家没几个咋 要是每人给一千 我们还不得破产了 听到她既然知道破产两个字 我差点脱口而出 破产 你们家还有啥可破产 吴梅跑过来拉我走 她向我解释 岳母看到我包了一千 觉得不能关这个毛病 拿走九百 只留了一百块 我顿时发飙 吴梅 我和钢子什么关系 你又不是不知道 岳母不明白 你也不懂事吗 一百块好意思拿出手 现在我和钢子闹掰了 她在老婆孩子面前丢了面子 你说这是怎么办 吴梅懦懦的 一句话不说 而我气得蹲在院子里 抽了半小烟 这个年过得注定不安省 回京前一天 小姨子说要参加 小不同步聚会 吴梅给了她一千块 待在身上 我没表态 因为叶他们家的人 我已经懒得搭理 可哪怕这个和我 没有毛线关系的同步聚会 再次让我生了一肚子气 甚至从那样后 我开始相信 无妄之灾的说法 觉得冥冥中注定 小姨子就是来找我要债的 说不定钱是我欠她了 那天聚会 吴娟和一帮小不同 不吃饭唱歌 在KTV的时候 有一个和吴娟不业妇的女生 问她在北京混得怎么样 那女的语气不好听 说什么吴娟这种 没本事的乡下妹子 不可能有城里人看上 两人枪火 吴娟冲动之余拿出手机 翻出一张我的照片给他们看 说这就是她现在的男朋友 我和她很快就会结婚 还说我在国家机关工作 前途四景 她那个小不同 不也不是省油灯 偷偷记下我的姓名和单位 于是 我就成了两人名争暗斗 爱慕虚荣的牺牲品 春节长假结束 上班第一天 我被领导叫到办公室 一通臭骂 质问我怎么回事 一脸懵懂中 半小时后 我总算明白发生了什么 原来吴娟那个女童 不为了揭穿她的谎言 专门找人上网查我的身份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 我们单位某些岗位 职工的部分信息需要公开 所要能看到我配偶一来上的名字 是吴梅 而非吴娟 随后 这女的跑到我们单位公众号下留言 发表评论 说我陈放道德败坏 生活作风有问题 姐妹通吃 我们领导没搞明白 我更是稀里糊涂 直到回去询问吴娟 她才吞吞吐吐吐告诉我 为了不在死业头面前丢面子 她借了我的名字冒充男朋友 却没想到那个女的 竟然真的找人查我 或许因为这次闹得太大 吴娟吓得不轻 第一次向我承认错误 痛哭流涕 而吴梅更是眼泪汪汪求情 我最终掩齐息骨 没有追究 这件事业我造成很坏的影响 虽然吴梅吴娟亲自去单位 找领导说明情况 我还是感觉到身边 时不时飘来几道 满含敌意的不屑目光 那段日子 我在单位根本抬不起头 并且两次提拔科长 候选人都没有我的份 这件事之后 我再也忍不下去 最后吴梅没办法 答应让吴军搬出去单住 吴梅给了吴军一万块 让他出去住 我则忙着帮小姨子 联系打工的地方 原要为噩梦总算过去 我却没想到 吴娟搬出去单住 只是开始 从那之后 我才算真正走入人生深渊 一天晚上 吴梅忧心忡忡 也有说 去找吴娟的时候 几次发现 他和一些不三不四的社会青年来往 好像还有男人在他那里游宿 当时我就急了 业余吴娟这种没什么文化 一身毛病 而且爱慕虚荣 贪图小便宜的打工妹 很少能经得住大城市 灯红酒绿的诱惑 此前想后 我提出让小姨子住回来 在她结婚之前 就这么凑合下去 没办法 这就是我的命 在我的想法里 宁可委屈几年 也不能让吴娟不坏 可老婆却说 这个意思她和吴娟提过 但小姨子的态度 却是180度大转弯 说什么也不愿意住回来 我知道 见识过生活的丰富多彩 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吴娟的心已经瘾了 随后大半年 吴娟偶尔来我们家 大概一个月一两次的样子 我注意到 穿着打扮变得很时髦 原本只是担心 吴娟跟着别人不坏 我却没想到 她不但早已变了样 而且竟然散记到我头上 有一次 吴娟来家里找我 开口就是让我开绿灯 姐夫 我朋友认识这家造纸厂老板 他想请你抬抬手 说着 吴娟拿出一打钱 放在我面前 娟子 你什么意思 我顿时沉下脸 心里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姐夫 你不是负责那片企业的环保检查吗 造纸厂老板说了 只要你睁只眼闭只眼 她会记得你的大恩大德 少不了好处 我愣住 真不敢想象 这种话会从吴娟嘴里说出来 而且 她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打工妹能做出来的吗 吴娟绝没有这个脑子 她背后肯定有人出了馊主意 毫不犹豫 我当场拒绝 并且警告吴娟少和那些社会混混来往 有些人 如居附体 一旦沾上很难摆脱 借我不给面子 吴娟显得很不高兴 撂下几句难听话 转身离开并没带走那些钱 我让老婆给她送回去 这种前衣 分也不敢沾 吴娟倒是答应了 结果她去了几次 最后说吴娟收下 我这才放下心 可我没想到 这件事上 吴娟竟然骗了我 而她的一己之私 也为我们要后的婚姻埋下恶果 过了大概半个月 我接到一个约我见面的陌生电话 叶芳的语气充满威胁 本不想搭理 叶芳却声称手里有叶 吴娟很不好的东西 如果我不来 后果自负 无奈 我和自称韩剑的男人见面 心里已经恨及吴娟 陈科长 我知道你现在是副科长 手里权力很大 我想请你帮我点小忙 韩剑开门剑衫 一手拿着厚厚钞票 另一只手里 则掏出几张照片 见我言辞冷漠拒绝收钱 韩剑直接将照片摔在我面前 陈科长 你自己选择吧 是想拿钱平视 还是想让这些照片曝光 我的手在发抖 因为叶芳让我看的照片 都是吴娟的裸照 照片上 小姨子赤身裸体 内态摆出 很多姿势 我看了都会面红耳赤 星象下沉 沉默许久 我还是坚定摇头 罕见 吴娟虽然是我妻妹 但她已经是大人 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顿了顿 我站起身 语气森然 性寒的 妖狗再不要找我走后门 我承放不是你们希望的那种人 如果还有下一次 老子丑话说在前头 我立马报警 当天晚上 小姨子跑到我家又哭又闹 甚至连续砸了好几个盘子 老婆的脸色非常难看 劝走吴娟的同时 阻止我报警 说什么如果报警 韩剑那种人渣狗鸡跳墙 肯定会曝光照片 那样一来 娟子可就没脸见人了 我很想问问吴梅 你妹妹自己生活不减点 干嘛要我为她的错误买单 还有 就算我可要帮吴娟平事 但也要分情况 难道我可要为了吴娟去犯法 为了小姨子不顾前程 为了她一次又一次背黑过 凭什么 那天晚上 我和老婆大吵一架 我们彼此都发现 因为吴娟的出现 和谐的生活早已远离 吴休止的争吵已经成为常态 这种日子 我俩都过够了 之后又发生了很多事 而吴梅因为偏袒她妹的态度 让我忍无可忍 有几有次吴梅无意中说漏嘴 我得知上次的钱 吴娟并没收回去 吴梅也就顺势留下 我心里的感觉越来越不好 我愈发担心 长此要往 我很可能会受到小姨子的脑残行为牵连 锒铛入狱 再一次因为吴娟 我和吴梅针尖艳麦芒之后 我提出离婚 开始吴梅不同意 但她就是不认错 在吴梅看来 小姨子文化低 没有遗迹之长 都是为了赚钱攻她念大步 为了她这个姐姐 吴娟牺牲了很多 这辈子 她欠妹妹的 所要有责任照顾吴娟生活 这种态度 原先我也认可 但吴娟的现状 已经不是我们可要掌控 我不可能毫无原则帮她 更不能为了她知法犯法 因为 这已经触动我的底线 吵得多了 吴梅终于同意离婚 也许看出彼此都不愿妥协 再拖下去没意思 那段时间 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我主动申请出差 在外地躲了一个月 回来后 我和吴梅协议离婚 只是进行财产分割的时候 我傻眼了 出差一个月 吴梅竟然没有经过我同意 偷偷将房子卖了 房款全都被她转移 按说 房子属于夫妻双方共同财产 出售的时候 需要两人同时在场 并且签字认可 可那段时间 我没在北京 吴梅于是谎称 我在国外工作 短期内回不来 火同利于熏星的中介公司 将房子要低于 市价十几万的价格卖出 买家贪图便宜 所以要吴梅怎么说 人家怎么信 很快办完前期手续 收了人家定金 至于房产局那边 反正房本 户口本 我的身份证复印件 吴梅都有 很快进入最后审核流程 当然 买卖合同上我的名字 是吴梅要妻子名义 代为签字 我和吴梅在民政局 大吵特吵 昏梅离城 因为我不同意 第二天 我请假去银行 果然发现 我和吴梅的活期存款 已经被她取空 甚至买的十几万理财产品 也被吴梅提前赎 回 把钱转移到她妹妹名下 那一刻 我欲哭无泪 人们都说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可我和吴梅 只是过不下去而已 算不上经历多大磨难 我曾深爱的老婆 却如此算计我 我和吴梅陷入冷战 一度不再联系 而那间房子 也因为我聘请律师 向法院申请立案 暂时搁置下来 我搬到单位宿舍 一直消沉 隔三差五 被关系不错的同事和朋友 叫出去喝酒 夜我的遭遇 哥们都是愤愤不平 甚至有人说 要查吴梅的底 说不定还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了 我没管 因为我已经无所谓了 没想到哥们真的去查 反馈回来的消息 让我无比震惊 原来 吴梅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 这辈子几乎没有怀孕的可能 可谈恋爱直到结婚 她却一直瞒着我 难怪在一起两年多 我心情耕耘 却只见下肿不见结果 我心如刀绞 却没找吴梅质问 因为现在矫情这些 根本没有意思 更让我绝望的是 一旦我和吴梅感情破裂 她表现出来的另一面 她的狠辣无情 要挤寡言闲耻 足要摧毁我的三观 再一次被哥们叫出来吃饭 她没有点酒水 脸色阴沉告诉我一件事 陈放 按说我一个大老爷们 不该在背后嚼舌头 可你老婆太妈过分了 真不要脸 我问怎么回事 兄弟 摊上这种老婆 沾上这么一家人 你真是丧到家了 根本说她找人调查吴梅 结果发现 吴梅和我们单位 一个前领导关系不清不楚 我不敢相信 更不明白 因为吴梅只是一个护士 她和我们领导 怎么搞到一起了 她想干嘛 陈放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我只想说 再怎么着 你和吴梅还没离婚 名义上她还是你老婆 这点时间她都等不了吗 婚内出轨 吴梅就是个烂货 当时我哭了 并非因为听到自己被绿的消息 而是觉得太不值 从谈恋爱到结婚 我和吴梅相处五年 深爱并且业态一味迁就 我不明白 哪怕彼此已经没有情分 但为什么连骑马的尊重都不给我 难道我们之间曾经的恩爱 都是假的 我开始跟踪吴梅 我豁出去了 不打算要脸 我要亲眼看到 让我伤心欲绝的那一幕 然后浴火重生 终于 有次我看到吴梅下班后 上了一辆奥迪车 接她的正是我们单位某个前领导 跟着他们 我来到五环外的一片别墅区 这个地方我知道 前领导在这里有房子 我在小区外等到半夜两点 吴梅从进去后始终没离开 我相信了 哥们说的都是真的 第二天一早 我去吴梅医院堵她 果然看到她坐着前领导的车来 拦住吴梅 我甩手扇了她几个大嘴巴 吴梅惨笑 倒是没还手 但说的话非常难听 陈放 你不要我 但有的是人想要 我今天就把话撂着了 你们单位笑一好有前途 你的位子我吴梅看上了 见我目瞪口呆 吴梅狠狠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 我想在北京过上好日子 但你偏偏不给我机会 陈放 你不认我不义 等着吧 要后我们会是同事 老娘不会让你好过 我笑了 哭着笑 脑海里想到心如蛇蟹这个词 我陈放真是活该 当初怎么找了这么一个垃圾当老托 还把她捧在手里怕碰我 还在嘴里怕话了 活该 我就是活该死 我和吴梅离婚了 但共同财产方面 却陷入冗长拖沓的官司里 悬而未决 那些日子 我的生活 事业 婚姻 一切都陷入低谷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 虽然搭上前领导 但吴梅并未如愿进入我们单位 可笑 她要为这种地方那么好近 别说只是前领导 哪怕现在在职 也不敢明目张胆 安排一个和专业毫不相干的人 进来出任中层干部 吴梅只是护士罢了 她的条件差得太远 我咽不下这口气 尤其我听说不但吴梅不要脸 她那个拨大无脑只会惹失的妹妹 也同样不要脸 他们都和那个前领导搞在一起 到了这时候 我猜明 白什么叫人之见走无敌 吴梅无娟姐妹 脸都不要了 还有什么做不出来 但这件事不算完 我沉重的生活被他们毁了 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我开始着手调查 吴梅和前领导的步伐行为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终于发现 吴梅和那的老东西 利用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 帮助一家新成立的大型企业 顺利完成环保检查 那家公司我留意过一段时间 知道他们手脚不干净 尤其在环保措施方面 根本不达标 于是我决心从这方面下手 我绝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要我的工作性质 别说故意整某个单位 哪怕赵章办事一切按规矩来 很多公司也会投打 更别说本来就存在 严重环保漏洞的那家企业了 历经小半年 我精心搜集证据 给吴梅打电话 她很意外 因为自打离婚 我和吴梅再也没有联系 QQ 微信互相删除 她显然没想到 我会主动找她 约好见面地方 双方坐下的第一句话 我就表明态度 吴梅 长话短说 你为未来宇宙食品公司 做的那些事 我都知道了 什么未来宇宙 陈放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吴梅装傻 要我拿出证据吗 我调出手机文件和照片 给她看 没心思扯皮 吴梅 陈放 你到底想干什么 见我手里证据确凿 吴梅凶相毕露 陈放 你给我放老实点 引火烧身这个词 你不会不懂吧 我想干什么 我冷笑 吴梅 摸着良心说 你和你妹 叶得起我陈放吗 一口喝干面前咖啡 我下了最后通点 房子给我 存款算你的 这件事我不会声张 而且还会找人帮你们摆平 吴梅 我只是拿回我应得的 从此要后我们两清 老死不相往来 吴梅愣住 好半天才表态 他需要时间考虑 我知道他舍不得房子 毕竟这几年房价涨得厉害 就算陪着卖 也比我们买的时候 高了一百多万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但我相信 就算吴梅贪财 但他背后的那个老男人 肯定明白是非轻重 钱没了可要再挣 可要是连命都保不住 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我的耐心有限 吴梅 别让我等太长时间 我说 转身离开再也不看他一眼 第三天 吴梅给我答复了 我就知道 钱领导那的老狐狸 不可能因为吴梅利益受损 从而把自己也搭进去 陈放 我可要接受你的条件 但这件事 你必须想办法为我摆平 否则我们绝不会放过你 我猜到吴梅的心思 豁出去价值四百万的房子不要 只需那家大型企业环保检查 不再留有后患 他就能从业方手里 再要一笔补偿 而且 最关键的是 一旦我贪图钱财做了这一次 为他们擦屁股平事 那我陈放也就被他吴梅搭下水 我手里的证据 再也不能威胁到他们 除非我想跟着一起坐牢 我一口答应下来 甚至写下保证 并且在极短的时间里 将那家大型企业 在环保方面的漏洞记录 一一从系统和档案里抹平 见事态果然如我所说的那样发展 无眉很痛快 将房子转入我的名下 那个想要占便宜的买家 也答应按照市价买房 这场持续半年多的官司 总算尘埃落地 但我可能那么傻 为了几百万 让自己万劫不复吗 开什么国际玩笑 在此之前 我已经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所有经过 提前写成检举材料 交给我们单位记者领导 并且请他为我保密 考虑到我的难处 更为了掌握无眉和前领导 确凿扎实的犯罪证据 领导和我一起布下死局 等着无眉他们往火坑里跳 同时 这件事也在公安局 经侦支队备案 那段时间 为了方便我找人平视 无眉主动提供了 该企业更多的详细材料 在他们看来 每次抹掉一个环保漏洞 我都会及时反馈 所要证明我和他们是同伙 我陈放同样罪不容诛 不敢整出幺蛾子 尘埃落定 水到渠成 警方决定在 那家大型企业 正式挂牌营业当天 启动收网抓捕 开业一事上 我作为重要嘉宾之一 被邀请参加 我和无眉 无娟要及前领导 那个老东西见面 我们彼此装作心无戒地 客气寒暄 轮到我致辞的时候 我拿出一张纸 当着所有来宾 要及媒体记者面 将该企业环保严重违规 要及前领导和无眉 如何利用关系网 为他们平视的全过程 口齿清晰 一字不落念了出来 顿时 全场哗然 几名保安 气急败坏冲过来打算销我 可一切都晚了 警笛长明 便依从各个角落蜂拥而上 等待无眉他们的 将是暗无天日的牢狱之灾 那一刻 我泪水长流 心里清楚 困扰我将近两年的噩梦 终于结束了 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我被树立为反腐畅连 心胸坦荡的先锋典型 并且破格提拔为副处级干部 吴眉和前领导被收监 吴娟则由于没什么本事 这起案件参与度很低 逃过一劫 原本我要为就此和吴家恩断一决 老死不相往来 没想到吴娟却不打算放过我 这个拨大无脑的前小姨子 竟然几次三番找上单位 企图打我 后来见警卫不让他进去 吴娟便伙同一些 不三不四的社会人 整天蹲在单位门口渡我 哥们领着人和他们干了一架 双方被带到局子里 罚款写保证 闹得鸡飞狗跳 那天晚上 吴娟第27次给我打骚扰电话 我接了 姐夫 我姐进去了 你的小日子过得倒是很滋润啊 吴娟阴阳怪气道 我没客气 质问她到底想怎样 姐夫 我姐好歹也是你的女人 跟了你几年 你还真是够狠的 得 废话不说 这是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来近两年多 吴娟说话的语气已经带出几分金片子味道 交代 吴娟 你不会再做梦吧 行了 直接说出你的条件 业余吴家人 我烦死了 实在不想继续纠缠下去 哪怕吴娟求我给她在外地找工作 我也会帮这个忙 只要她远远离开北京 再也别找我 姐夫 你现在也是个大人物了 可谓前程似锦 我的意思很简单 你娶我 帮我上北京户口 每个月给我生活费 姐夫 不要为你吃亏了 你失二婚 可我吴娟还是个大姑娘呢 兴许哪天高兴 我给你整点意想不到的 我就这么个小条件 其他的 你玩你的 我玩我的 你和我姐的恩怨 我要后再也不管了 原来吴娟打的这个主意 嘿 事情搞到如此地步 她还想继续榨干我 和她结婚 我就不能开始新生活 会被一纸婚姻束缚 甚至一辈子没有孩子 而她呢 一个混社会的小太妹 根本不用顾及什么 依然过着花天酒地 穷奢极欲的生活 有了婚姻关系 吴娟有机会落户北京 不用想也知道 会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如此一来 我陈放就是她的定期提款机 而她在外面越是胡来 就会更加败坏我的名声 没听到我说话 吴娟要一种 让我毛骨悚然的打声诱导 姐夫 我比我姐年轻好几岁呢 怎么样 见个面呗 我保证让你舒服 我答应和吴娟见面 不过并非妥协 而是要彻底收拾她 让她堕入18层巨斗地狱 曾经吴媚和我说过 吴娟和那些社会人 混在一起后 沾染很多恶习 和不同男人鬼混 已是常态 吴娟甚至聚重赌博 要即刻要 赌博吸毒 我不好下手 更不敢涉足那个圈子 但吴娟曾经参与诈骗 这一点我完全可要利用 因为骗人钱财的家伙 一定有着远胜常人的贪欲 要吴娟的脑子 偏偏那些贪小便宜 吃大亏的大爷大妈还凑合 遇到我 绝也玩死她 我和吴娟约在一间小茶社见面 我差点认不出她了 吴娟脸上涂着厚厚的粉底 眼睛下面画着青黑的眼影 一侧鼻孔还穿了鼻环 她的样子 再也没有出到北京时的淳朴 活脱脱是个混社会的小太妹 吴娟 我开门见山 和你结婚不可能 因为我被单位停职了 很快就会 辞职离开北京 你被停职 姐夫 玩我啊 前段时间你不是刚被提拔为 副处级干部吗 吴娟显然不幸 还不是你闹的 我故意到 这种单位最注意社会影响 你天天在门口堵我 几次进去打人 领导会怎么看我 你要为我还有前途可言 是吗 吴娟拖着长长的尾音 冷笑 那感情好啊 没了工作 你和我也差不多了 但是姐夫 你别想用一句没工作打发我 我可要给你钱 但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我需要博弈吧 只要能够很赚一笔 到时候我分你一半 吴娟来劲了 问我打算怎么搞 直播带货 和主播分钱 堂堂正正 不违法 我告诉吴娟认识一个网红主播 叶方带货能力超强 但人家要抽成 而且提前扑的那些货 必须由我拿钱购买 娟子 你知道我手里没什么钱 上次卖房子的钱 已经按键买了新房 我装作要给吴娟纸条明路 那个网红带货的下限是1000万 我可要抵押房子 从银行贷款400万 但剩下的600万 就需要你想办法了 我根本的确认识一个网红主播 并且和叶方关系很好 但我并非利用这层关系 帮吴娟赚钱 我要让他死 600万 那儿有600万啊 6万都没有 娟子 有些货竞价只有10块 可网红带货的时候 却可要卖到30 50 甚至100块 我只能说到这个程度 事实上 这也是不违法的底线 因为货物的竞价和卖价 确实存在重大差异 但这是建立在产品质量 有保障前提下的价差 也就是毛利润 吴娟没钱 而我的钱拳头进去 也还差得远 想要达到1000万带货底线 吴娟就得动歪脑筋 如果他被贪念冲昏头脑 要刺冲好 要假乱真 不好意思 他死定了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吴娟想了半天 答应下来 不过他转动眼珠想办法的样子 让我觉得如同跳梁小丑般可笑 姐夫 你搞定400万的货 剩下600万的东西 我想办法 不过姐夫 咱可说好了 到时候利润我要拿走六成 我当然没有意义 于是请了一段时间假 造成我被单位冷藏的假象 全力要付布局这次贷货 吴娟进了一批货 包装和我买的正品非常小 但仔细检查 还是能看出微小差异 直播前一天 吴娟找到我 姐夫 我可是借了600万 还不上我得死 要是你敢玩我 姐夫啊 别怪娟子心狠手辣 信不信我找人弄死你 我才不信他的鬼话 这些假货次货 估计60万都不值 但哪怕几十万 吴娟也是借的 他压力很大 人家网红的直播带货计划 早就提前全网预告 你觉得假的了吗 我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 倒是让吴娟安稳下来 直播当天 我和吴娟在小茶馆上网 进入直播间 她开始很紧张 可随着时间流逝 渐渐放松下来 因为 那个网红的确很专业 口才极好 加上有专业团队出谋划策 因此直播过程效果火爆 不到一小时 已经卖出将近300万的货 见吴娟完全放下心 我借口上厕所 出去打电话 喂 110吗 我要举报 卖出400万货物的时候 直播是画风突变 各位亲 现在进入打假环节 这句话 吴娟傻眼了 他看到 那位主播拿起一个包装 和正品几乎一样的产品 大声说 亲们作为大家信任的带货主播 会有责任有义务 为各位亲买的商品负责 现在 市面上出现了一大批 要刺冲好的假货 刺货 这些货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大大损害消费者利益 我手里的这只盒子 是一个无良商家送来的 它的名字叫吴娟 南部海边人 照片如下 至于身份证号 鉴于法律法规 此时我们已经向公安机关举报 我会为我的言行负责 在这里 我只想说 别人我不管 但我的直播带货 童所无期杜绝假货 此类假货的外包装有如下特点 各位亲 如果发现市场流通这种伪劣产品 千万不能购买 并且一定要向公安部门举报 我看着身边的吴娟 见他浑身发抖 惊恶的瞪大双眼 满脸难要置信的样子 我笑了 眼睛里充斥着冷漠 我不可能为了赚钱将自己搭进去 更不会帮助吴娟这样贪婪 阴险 狠毒的小人 哪怕他曾是我的小姨子 尤其 我绝不能因为自己的事 让朋友要急那个帮我的网红 坠入深渊 所以要我提前布下杀局 一个让吴娟万劫不复的死局 我知道他没钱 根本借不到六百万 也许东拼西凑能弄个三五十万 可这些钱只能买些假的 不能再假的货 但是即便如此 我也要让吴娟血本无归 这些货一件都卖不出去 更别说要此充好赚黑心钱 而且 他的名字在全网直播中被当众曝光 我这个钱小姨子 将会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只能终日活在阴暗里 还要被追究法律责任 至于主播网红 他帮我其实也是在帮自己 虽然没有卖到一千万底线 但他却赢得口碑和人气 从此事业必定一番风顺 更上层谋 我赚了一大笔钱 但这些利润我不会拿走一分 而是按照提前写好协议 捐献给希望工程 我非圣人 我只想通过这种方式 洗刷内心深处的一丝一难 茶室门猛然推开 几个警察冲进来将吴军带走 最后一眼 吴军欺然看着我 只说了一句 陈放 我的好姐夫 你太狠了 你真可怕 我想笑却笑不出来 但我问心无愧 我知道 生活之所要变成这样 都是被你们逼的 昨天 是我和吴梅离婚一周年的日子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只有短短几行字 吴梅 我知道你恨我 但人在做天在看 你更应该恨的 其实是你自己 正是你业吴军毫无底线的纵容 导致我们的婚姻破碎 而且 如果你没有犯罪 没有把柄落在我手里 就算我陈放被你们欺负死 也只能拿你毫无办法 严禁于此 最后在我们离婚周年的时候 给你写你一封短信 就当了结你我之间这段念缘 我精心准备了一件礼物 扑人带进女子监狱 送给前小姨子吴军 那是一幅艳丽却诡异 处处透着邪气的花卉油画 她的名字叫曼珠沙华 也叫彼岸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